好,大家好,我是秋華猴 那有學生他叫我 說A老師可不可以上N1巨型 那所以我就開始來上N1巨型了 那N1巨型大概有100個 那你N1巨型學好之後 那N1巨型的話 你學好之後 你可以去看N1N2的文章 N1N2的文章裡面有大量的 這個N1巨型 然後 考試方面的話,你可以去考N2 你可以去考N2 他可以考這個領隊跟導遊 考試,還有考N1 考試 那N2的話,主要是考N2跟N3巨型 但是他會考大概有 出現在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他還是會考一些N1巨型 所以你要N2考得好的話 你最好是有讀N1巨型 那領隊 領隊跟日語導遊考試 他裡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也是考N1巨型 那有人會說 領隊日語考試 不用看到N1巨型 你看N2N3巨型就會過了 但是這樣會很磁力 為什麼? 因為N1巨型很簡單 N1巨型比N2N3巨型簡單多了 你不要看它是N1巨型 N1巨型為什麼簡單 因為它的那個巨型 它那個巨型的形都長得很奇怪 然後它都有了慣用具 還有它的特別的意思 所以N1巨型很好學 所以如果你要考N2 還是考日語領隊日語導遊的話 我勸你最好是背N1巨型 很好學,很好拿分 然後你要考N1的話 你當然會N1巨型 這是一定的 那我這邊教的N1巨型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常考的 比較常用的 但是會有一些很冷門的N1巨型 那個其實 不是很常考 也不是很常用 那我們就先學那個常用的 N1巨型上完的時候 我會再上N2跟N3巨型 N2N3巨型有200個 那N2N3巨型會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它們都長得很像 它們都長得很像 很容易混淆 而且它們很多 那你N3巨型學好的時候 你可以考日減N3 日減N3大概只有出現N2N3巨型 N1巨型幾乎不會出現 那你也可以考N2 N2的話 N2N3巨型的話大概會出現 大概三分之二 都是考這些 那有時候會出一些少數的N1巨型 那你日語領隊跟日語導遊的話 你被N2N3巨型的話 大概會考到大概三分之二 但是有一些可能會在考一些N1巨型 還是比較冷門的巨型 那我現在開始上N1巨型 這樣懂了嗎? 所以你N1巨型 學完之後你可以考N2 日語N2解定 還有日語領隊日語導遊 還有考N1 那尤其你在看N2跟N1的文章以後 你裡面幾乎都是一級巨型 就是裡面幾乎都是一級巨型 二級巨型 三級巨型 全部都是巨型 所以你 你這些巨型如果沒有學得很熟的話 你要去看N1N2的文章 還要你要去考這些考試 都會變得非常難考 那這是說明 那我開始教了 那我們看第一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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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沒有看到A.A.A.B. 這個我有沒有放出 有了 這個A.A.B.原本是有 這個A.A.B.原本是 這個A.R. 這個是A.R. A.R.變成T.A.B. 那我一個大概講十分鐘左右 我盡量講快一點 因為大概有一百出頭個 他如果是有 那你改成A.A.A.B.還是有 變T型而已 後面加個NO 那這邊是個巨型 那前面放A名詞 後面放B名詞 所以是什麼 有A才有B 有前面這個A才有後面那個B的存在 有前面這個A才有後面這個B的存在 OK 那我們看一下 然後他的什麼 他這邊寫 體言加Adeno加體言 好 這個體言就是日文裡面講的名詞 日文的文法把名詞叫做Taigen Taigen就是名詞 寫一下 如果以後有去日本讀書 你自己買一些文法書來看 這體言就是名詞 所以名詞加Adeno加名詞 什麼 有前面這個東西 才有後面這個東西 有前面有A才有B 就這樣背 表示有前面的東西 才會有後面的東西存在 我們看第一句 君Adeno私ですから 君就是你 君就是あなた あなた就是 君就是you的意思 你的意思 那你要記住 君跟あなた是不能對長輩講的 君跟あなた只能對平輩跟晚輩 懂齁 就這樣 那我們很多人會講 欸什麼 あなた是怎麼親愛的 あなた不是 也是有個 有個意思叫親愛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 男女朋友還是夫妻 另外一半是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 就講 あなた就講你 懂嗎 因為 夫妻跟 男女朋友跟夫妻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就あなた 那 那個 君跟あなた 他不能對長輩 他不能對長輩 譬如說 你去日本讀書 你對老師講 あなた 什麼意思 你認為老師沒有比你大 你認為老師跟你一樣大 那這樣 那個老師就很生氣 懂嗎 那就好 所以君跟あなた 只能對平輩講 然後就是你的意思 所以 君Adeno 有A 才有B 所以有你 私 ですから 才有我 有你才有我 那から是因為 因為有你才有我 私を捨て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 後面這個捨てる 是丟棄 那你如果前面是放人的話 就是 拋棄誰 那私を捨てないでください 請不要怎麼樣 所以請不要拋棄我 有沒有 所以 因為 什麼 什麼 這個 卡拉是因為有你才有我 所以請你不要拋棄我 好 下去 みんなの協力 好 協力是幫忙 所以大家的幫忙 Adeno 成功ですから 那我們說 有A才有B 所以說 後面的卡拉是因為 因為有 大家的幫忙 所以這個事情才會成功 你 你要感謝 所以你要感謝 大家 看懂 好 下去 社員Adeno 会社なのですから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這個 這個卡拉是因為 因為 有 社員 因為有社員是員工 因為有員工才有公司 因為有員工才有公司 在行 有 所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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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更多的薪水 所以 有A才有B 所以有A才有B 有員工才有公司 好 那你這個NO的話是強調 NO的話是強調 這個學過 五級的話 這個是什麼NODEX 是強調什麼 那我們說你如果是NO開頭跟 N開頭的巨型 這是初級的 N開頭跟NO開頭的巨型 前面大原則是加基本體 基本體就是普通體 基本體 然後另外是什麼 另外的話這個音辨 沒有講過音辨 音辨是什麼寫 音辨是這樣寫 音辨就是念的比較方便 聲音給他變一下 你比較方便叫音辨 好那你音辨的話 就是名詞 那形容詞現在是 好 名詞那形容詞現在是加什麼 加那 OK 試一下 加那加 這個NO開頭跟 N開頭的巨型 OK 舉例說明 你看一下這邊是 我們這邊是NODES 我們這邊是NODES 所以我們這個是NO開頭的巨型 那我們說名詞現在是 你要加個那 然後加這個NO 所以變開一下那NODES 這個 為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Gaku say 有沒有 好 我們說這個NO 這個NO的話 譬如說以前有沒有學問 NODES 明明是個學生卻不讀書 明明是個學生卻不讀書 好 那你這個NODES 就是什麼 就是NO開頭跟N開頭的巨型 那如果你是NO開頭的巨型 你前面如果是名詞 那形容詞現在是的時候 你這邊要加個那 所以就變成什麼 Gaku say 那NODES 明明是個學生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看懂 為什麼 你看一下 原本是Gaku say 我們原本是NODES 我們原本是NODES 我們原本說 你這個要基本體加NO開頭 還是N開頭的巨型 那如果你是名詞 基本體的話 你是不是DA 所以就會變 Gaku say DANONI 可是他們認為DANONI不好聽 所以他們就把什麼 你名詞的話 基本體就會變個DA 他們就把這個DA 換掉 換成那 所以變Gaku say NANONI 好沒有 那還有什麼 好 還有說NODES NODES 是因為 NODES 也是NO開頭的巨型 好沒有 那你名詞 現在是你要加NA 加NO開頭 N開頭的巨型 所以就變Gaku say NANONI 那這個小的地方要會 不然這個 這個小的地方不會的話 你要考 考這個上面的考試 會很難考 OK 那我們再看一個 所以這邊 卡拉是因為 因為 有 員工 才有公司 因為有員工 才有公司 的成立 的存在 有沒有 所以請你薪水加高一點 有沒有 下看 Cash Dei Cash Dei Cash Dei加否定 是絕對不會 Cash Dei加否定 是絕對不會 那邊Cash Dei 那你後面的Marsan 是否定 所以 那你中間夾的是 ウラギ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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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背叛 等一下 這個 ウラギリ 就是背叛 寫一下 那這個字怎麼來的 我們這個 ウモテ ウモテ 是表面還是正面 ウモテ 是表面還是正面 ウラ 是什麼 背面還是裡面 有沒有 那以前日本人是拿刀的 他們都拿武士刀 以前是日本都是 都是什麼武士 有沒有 武士刀叫 卡塔娜 卡塔娜 卡塔娜是刀 所以他們 以前的貴族 就是武士 他們都有配刀 好 那你很明顯的 所以這個 ウラギリ 是什麼來的 就是背後 ウラ就是我們說背後 還是裡面 那 ウラギリ 有人從背後 砍我 有人從我背後 通我一刀 所以叫 ウラギリ 這個 Killu 是砍 Killu 是砍 所以有人從我背後 砍我一刀 就是背叛 所以它叫 ウラギリ 它就有應變 ウラギリ 就是背叛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邊 Caste ウラギリ 我絕對不會背叛 你 主詞是你 我絕對不會背叛 為什麼 アナダアデノ 私ナノデスカラ 什麼意思 アデノ 是有A才有B 因為有你才有我 所以我絕對不會背叛你 懂 了解嗎 比如說 老大我絕對不會背叛你 因為如果沒有老大的話 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是靠老大 您的提拔 好 這樣子 好 這卡拉是因為 那你這個 這個 這個卡拉是 看一下 看錯了 這個卡拉是因為 然後 這個 no no です 是強調 你看一下 以前我們初級是叫 n 那你n 就是no n 就是no no 就是n 因為你的n 的音變會變成no no的音變會變成n 這樣懂嗎 那我們說你n開頭跟no開頭的句型 你要怎麼辦 你這邊是no des no是強調 des是4 你no開頭的句型 你名詞的話 名詞現在是要加n 所以 私ナノデスカラ 好 這樣會嗎 所以我們這個句型來複習一下 A A A B 有了A 才有B 有前面那個東西 才有後面那個東西的存在 好 好 我們這邊要加一個 那 我的想法是我們一個一個就是 一個句型就交十分鐘 一個句型就交十分鐘 那 因為一集句型有100個 所以大概會出到100集 比較常考的100個放在前面 然後之後有比較少考的 比較少出現的可能 20分 20年來才考過一次兩次的 那個我會補充在後面 但是 請大家先把前面100個最常考的先背起來 為什麼 你要考二級 你要考一級 你要考日語領隊 你要考日語導遊 這些都很常考的 還是你要考日本的一些考試 這些都是很常考的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謝謝收看 拜拜 好